下位是莫大光先生 多謝主席 主席各位議員 政府自2007年就開始 就這個版權條例的修訂 咨詢公眾 至今立法 四至五年之間互聯網的環境 已經有重大轉變 大量的用戶 尤其是年輕的用戶的使用習慣 供應商所提供的技術和功能 都大大提升 咨詢了近五年 但我們今天仍是見到 現在這麼多的用戶 和年輕人 一會兒可能他們都會提出 很多的意見 包括反對意見 政府真的要反省一下 在這個咨詢過程之中 是不是忽視了他們的參與和意見 還有我們現在就見到 在政府提出的修訂之中 確立了傳播權利 是有助版權持有人 加強他們的對版權的保障 亦都為線上服務供應商 即OSP提供了安全港 這些都是我們覺得是合理 和是可以應該支持的 但是用戶和市民 他們又得到些甚麼東西呢 我們只是見到侵權刑事化 令到市民覺得他們以後頭上就有把刀 恐怕會出現一個白色的恐怖情況 政府向我們一再表示 以前不納入營網的行為 以後在修例之後都應該是不納入的 但是為甚麼不可以為用戶提供多些少的保障呢 用戶的安全港又是在哪裏呢 今天我們在這裏都會一會見到有很多的用戶團體 個人我估計他們都會有很多的關注 尤其是關於所謂惡搞的行為 惡搞就不是很好聽的 以為很惡 以為做一些不好的東西 其實只是一種表達言論自由 和表達自由的一個方法 是應予保障保護的 但是這些所謂惡搞 或者我都不再用這個名詞了 即是諷刺或者parody satire這一種的行為 是沒有得到條例在刑事刑責下面被豁免的 那這些聲音 今天這些朋友的聲音 我相信將會是應該是非常之明顯的 諮詢過程之中 政府是怎樣去跟這些用戶作出溝通的呢 現在往前走下去是可以怎樣做呢 我們互聯網協會是支持 而要求政府是將諷刺這些的行為 和這些類型的表達 尤其是政治性的諷刺 譬如好像很多改歌、改片、改相等等的行為 是納入豁免 以平衡保護知識產權 和真正鼓勵創意 最後我們亦都希望向政府是表示支持 和應許政府是將這個媒體轉換 納入去這個修訂裏面 因為這也是本會在2007年諮詢時候提出 應該也是當時唯一一個主動提出意見的回應 當時是得到政府本來在這件事 是不在諮詢文件之下都納入了諮詢折過 即是屬於所謂的成功爭取 希望我們在局方在諷刺這個問題 納入去豁免 亦都可以再次重善如流 下位是Mr.John Moore Hello, my name is John Yua I serve as the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Asia Internet Coalition also known as AIC The AIC is an industry association founded by eBay, Google, Nokia, Skype and Yahoo incorporated in Hong Kong The AIC seeks to promote the understanding of Internet polic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rtists and entrepreneurs use the Internet to innovate new forms of media and create fantastic new things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on popular Internet services such as eBay, YouTube, iTunes, Amazon which have launched the careers of Justin Bieber Michel Fan and many others They have not only opened up opportunities for existing artists and publishers but as importantly leveled the playing field for new creators Today more music, movies, videos and books are published than ever before 35 hours of new videos uploaded to YouTube every minute There will be 105 hours of new video content available on YouTube once I have finished this short speech We also understand that while online piracy remains a serious challenge viable marketplace alternatives are making progress Just a few years ago iTunes did not exist It wasn't clear if anyone could compete with free Now digital music sales have grown over 1,000% in the last six years and there are more music purchases than ever before Meanwhile services like YouTube are creating entirely new revenue streams and Amazon is selling more e-books than paperbacks Consumers will play by the rules if they are offered high quality content that is convenient to purchase and competitively priced The AIC is supportive of the Commer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ureau's proposed digital copyright law amendments and we provide further comments to ensure that the laws will protect artists and foster innovation in new online services to help people create, distribute and engage information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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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應該作出一個平衡 即是說容許香港一個包容的社會 是否應該要容許一些創作方面的自由 令到一些搞這些時事政治惡搞 或者諷刺性的人 他都可以給一個比較寬容的態度 就不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所以我覺得這個建議 其實是帶有一種政治上的判決 又或者不是純粹保障版權持有益的利益 所以我現在要求政府撤回 就有關於將這些時事政治惡搞諷刺方面 作出一個刑事化的規定 我希望政府可以考慮這件事 我再強調香港是一個包容性、寬容性的社會 還有什麼事情 既然政府經常都說要什麼事情 都要作出一個平衡的話 我希望大家在創作自由方面 還有一個保障版權人、版權持有人的利益方面 大家都可以作出一個平衡 多謝各位 下一位是潘子陽先生 大家好,主席好 我是張錦輝有群黨的潘子陽 首先我想教大家兩條的公式 第一條就是 版權作品加創意加大量的金錢 就是等於合法的作品 第二條就是 版權作品加創意就是等於非法的作品 等等,政府不是提倡創意 還要拍宣傳片嗎? 為何加上創意之後的版權作品 會變成非法的作品呢? 難道是 錢不是萬能 但沒有錢就是萬萬不能? 讓我來探討一下 相信大家讀書的時代都讀過一些宋詞 其實當年的文人雅士 已經將耳友的曲調再填詞 現在的說法就是舊曲新詞 已經是一種疑似的創作 而在現代疑似的創作 也發展到更加多方面 在音樂方面 即使是流行樂壇 單單已經有耳機尾歌的形式做主打 例如《古巨基》的勁歌金曲 或者在影像文化裏面 當中很經典的周星馳電影系列 亦都是非常惡搞的 相當多其他電影的作品 迪士尼亦都是借用童話 《阿里斯莫陽仙境》的人物和設定 去製造一個不同版本的《阿里斯莫陽仙境》 日本亦都有不同的童話作品 例如《奇多多君曹》 《伯雪管關》 亦都是不斷地惡搞其他相關的童話作品 在正式的逢似惡搞上 香港亦都可以有很經典的《頭條新聞》這個節目 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連張錦輝處長在這個媒體的訪問裏面 亦都叫我們考發史力加一套電影 但是史力加電影 《賣點》正正是嘲諷所有的經典童話 顛覆了一般人對童話故事的黑板印象 這個亦都是一套疑似的創作作品 但是張錦輝處長在政府的新聞網片段裏面 說過這樣的說話 在這裏惡搞人家的作品 嚴肅變成灰邪、不認真 這種行為是一種貶值性的處理 傷害了產權人的精神方面的感受 所以亦都是一種侵權的行為 但史力加一套電影 正正是惡搞其他經典童話 嚴肅變成灰邪、不認真 這種作品其實對於這種作品 是一種相當特別的處理 張錦輝處長在新聞網片段裏面 竟然說是疑似創作的侵權 又說大家要效法 史力加的創意 那處長大人 是不是在曲線地 叫大家支持公民抗命 以實際的創意行動 來推翻這條超錯的條例呢 其實現在的法例 即使是小市民 以非商業的性質來做疑似創作 版權持有人和版權收費組織 亦都可以開天殺價 收取巨額的授權費用 而且版權收費組織的收費 亦都沒有公開 收費亦都有如海鮮價 甚至有原作者 因為版權收費組織的所限 不能夠使用自己作品的荒謬情況出現 對不能夠負擇高壓 授權費用的小市民來說 已經是缺乏了疑似創作的空間 現在的草案更容許政府 可以跳過版權持有人 假設是傷害版權持有人利益的知名 城市檢控未經授權的疑似創作 而全壓殺了小市民的疑似創作權利 等同是實行僅僅這個文字獄 其實現在香港言行的版權法 只要為各種特定豁免的情況 逐入編繫的條例 沒有廣言的條文等公眾可以加以抗辯 而二次創作並非豁免的情況之內 這種情況即使小市民有足夠資源去打官司 亦都沒有相關的法例保障小市民 但是今次… 郭先生,這個時間到了